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先让你们看看法国大选第一轮的投票状况 牌头位中间路线是流欧的23.75% 接近Marin La Pen是极右路线 是脱欧的21.53% 相差只有2.22% 玩错了 赢硬了 排第三是Philin Philin是主流路线 亦属于流欧 19.91% 第四名是Mélenchon 是极左路线 亦是脱欧的 跟第二的Marina Pen 是否非常接近 差不多20%和23.4% 分别都没有 可以肯定告诉你 这个国家 跟最近所有的国家 美国也好 香港也好 香港也好 其他地方也好 我们香港叫做 撕裂 其实这不是叫做撕裂 而是思想有所改变 思想是进步了 思想是不同了 而不是撕裂 这就是传媒的fake news 第二轮的统查 又是传媒统查 5月7日Macron会以62-64%的优势取胜 第一轮没有一位候选人超过一半票数 所以第一轮要进行第二轮 不是说一定要有第二轮 主要是第一轮没有一位超过一半票数 50% 就要有第二轮由最初的两个出来争 老实说这个年营卫是人都估中 这个年营卫真是派彩 10元买票只有10个1 我昨天那个都估中了 是人都估中了 老实说法国佬谁做总理 关我屁事吗?老实说一句 自己都未曾顾得到 怎样理得法国 我最紧要知道的是欧罗的走势怎么走 从而希望可以鱼利 而能够影响欧罗走势只有两个版本 一是留欧、一是脱欧 刚才看到以上的第一轮 虽然不可以作准 只是第一轮的投票 如果我们深入点把这个结果排出来 第一名的Macron 23.75% 加第三名的这两个 Fillen 19.91% 加上43.66% 对吗?有没有计错数? 哈哈哈哈 因为这个Fillen认输后 他会进入第一个Macron 和他合作 已经有这样的大机会 如果把脱欧的两个 第二名和第四名加上 第二名Marina Pen 21.53% 加上第四名Valentian 19.64% 即是脱欧的票数有39.55% 将近40% 即是刚才43.66% 这个39.55% 其实流欧和脱欧的票数 如果根据第一轮的统策 只差4% 4.11% to be exact 你们一定会说 即是流欧赢硬 慢着 现在这个世界的事情 没有赢硬或输硬 永远结果未出现 大家都不知会有什么结果 第二轮投票 可以说才是理真的 因为第一轮投票 根据的统查 其实投票率只得七成 有四百多万人 但只得七成 七成的人去投票 即是有三成 可以合格投票者 未曾有投票 而四个领先者的总投票%是84.83% 即是有15.17%的投票者 是投其他候选人 即是你自己都想到 看完这些数字 数字是骗不到人 三成第一轮未投票的 刚才所说的15%左右 投其他候选人 有这么多人第一轮未投票 第二轮会怎样呢? 因为只有两个人敢投票 这已经产生了非常大的民号 莫讲那七成的投资会不会有人转态呢? 原来我投错了,然后还有很多事发生 令他们改变主意,在第二轮可以再投资 所以投票这件事,我开始越来越不相信 老实说,就算你投票说我这个节目是排第一的 我都未必相信 所以,刚刚在第一轮未投票之前 在近海船门的乡借丽社大道的恐习事件 拿着一支机枪不断掃射 IS都出来说,承认是他们做的 这件事是帮Marine Le Pen极右派对他极为有利 因为他是反移民的 他是反流欧,他要脱欧,要脱离所有的东西 他要用法国以前那些风光 有Victor Hugo,有Rene,陈朗那些大文豪,大艺术家 现在不是你走去看什么 全部都像我们深水堡的南亚裔 你走去看什么 这个最大的法国名声,罗佛侯前面 全部都站在那里,都不是白色的 都是那些不知什么式的移民 所以他们暂时觉得整个法国文化 已经跟以前不一样 他要回到那里 他要回到大法国的时候 France first 所以就像特朗普一样 America first 对不对 所以这些卖点 我不会说哪个想法是对或者不对 我永远不会这么说 我也不会当跟我不同思想的人是敌人 现在互联网时期是思想百花齐放 你想不都可以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脑根 我最佩服上主做我们的就是脑 每个人的脑是一模一样的 想的东西是不同的 So what? 那又怎样呢? 对不对? 由现时开始到5月7日第二天 还有两个星期 有没有特别的事故发生呢? 还会否有恐习或其他事情 会影响到这个选情呢? 又就算没事 Macron平安大吉终于当选为总理了 6月正式上场 按照现时一轮的选情 即是刚才计出来的39.55% 脱欧派的总票数是40% 一定会在日后在政坛上 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这个Marina Pan今次 好我当她选不了她 So what? 现在这个世界 民主政制 是否总理可以画得完事呢? 就算Donald Trump 出行政指令 都被人反对 是否才行政指令大了 好像我们以前 中国历史的成吉思汗 也好哪个都好 那个主帅 一扔另牌出来 每个都要做 不是要撒头 现在不是的 现在还有个议会 每一个民主政制都 对不对? 就算我们香港也有个议会 有人出来搗亂 做不到事 所以就算她做到 那又怎样呢? 因为脱欧派有四成的势力 两个加起来 如果这两个可以联同在一起 现在呢? 这个Malanchon和Marina Pen 日后呢? 这个法国政坛呢? 有时间搞 而这个脱欧的危机呢? 是不仅仅存在 是比现时更加严重的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暂时没有人说 是只有我何谱说的 那当然呢 在众人街最我独省的时候 当然市场不会跟我走 但是呢? 如果我不断说 你们恶乐苏格观众又不断传播出去 一定有人听 一定有人跟 市场就跟我们走 那谁赚钱呢? 那当然是我们 对不对? 脱欧和移民这两个问题 在民主政制上将会直卷全球 我可以告诉你 是现在他们未曾去到可以垄断的势力的时候 但你看不到他们已经是逐渐地向世界进发 先是英国的脱欧 跟着是Donald Trump的当选 跟着现在这次法国的这么危险的一个时期 我再给多一张法国的 过去由1965年一直到现在的选举状况 是第二轮的 每一次都是中间偏左或中间偏右 是得胜的 你们都看到了 刚刚现在这个Holland是中间偏左 很多时候不是左就是右 这个粉红色和这个粉蓝色 但今次这个Makron可以说是中间偏左又可以 今次当选之后真的不知道会怎样 所以今次我可以告诉你 我暂时不会斗美金 因为今次都不知道Trump会不会有事 说那些关于税制的事 他接着满图物圈还有很多东西 他会说那些关于麦西哥的股票 麦西哥一定在十年内内就要给足钱 我真是不知怎样 他也会令市场走势非常动 所以我暂时也不斗美金 我仍然觉得欧罗对英镑会跌 现在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时候 现在又穿不破0.85 在0.84、90、90的位置 我觉得可以事顾一下 然后放一个非常低的止损 如果你是觉得没所谓 因为0.85、90是一个重要的位置 如果破了上去 看来真的会慢慢升上去 很多短盘会出来盖 但如果还有一天收市不过0.85 仍然是向下的 所以如果过了0.85 大家就小心点 就算放了止损 都觉得在0.85和0.855之间 就剪掉了 如果不是 我看现在这个位置 是非常值得去博一博的 我们做外汇交易 怎样都要博的 大家都知道 不是赢就输 但输要自己管住输多少 而输5是怎样的 很小事 在外汇交易之中 但下面我看100至8五点 大家就看着欧罗对英镑 因为英镑仍然是看好的 因为由现在到6月8日大选 英镑暂时排除一切突发事件 好像特朗普局的突发事件 令美元发上发落 所以欧罗对英镑仍然有机会向下走